膝关节是十分脆弱的,这是人体中相对较大且复杂的关节,也是全身中最重要的承重关节。 或多的体重会使膝盖的负担增加,膝盖劳损的程度也就增加,它所承受的力量越大,受到的拉力也就越大。 膝关节也是一个十分迷反的部位,继续后必须稳定且灵活,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导致膝关节严重劳损而疼痛, 且膝关节疼痛的主要原因,是膝关节高到长时间受量和很大的温差变化,温暖交替,较大的温差容易致导致肌肉和血管收缩,而引起膝关节疼痛,膝盖疼痛的原因有很多。 常见引起膝盖疼痛的原因包括 1.运动 很多运动项目都可能会造成膝盖疼痛,包括运动前正身不充分,运动姿势不正确,或即运动后, 小腿肌肉得不到及时拉伸放松,最重要的是小腿肌肉力量差,才可能在运动中引起膝盖疼痛,也可能是一些平常不运动,一下子运动过量导致的。 这是年轻人的膝盖疼痛的基本原因 年龄 有人说,年纪大,机器坏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,引起膝盖疼痛的原因很可能会是风湿性关节炎,不关节炎等 老年人上了年纪,由于体质的下降,加上年龄增大会有些缺感导致骨质疼痛,膝盖也会痛,严重的话还可能会是谁装,但是必须要先小颜止痛。 三,长时间不正确的站姿或坐姿,爱美的女性喜欢穿高跟鞋,跟越高,对膝关节压力的负荷就越大,损伤就越大,评论留言信息较多,无法一一回复,简量咨询,请加关注at5科王静医生,资讯留言经济评论区会有高浪,按摩,等各种广告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